好 下面我们来讲第四个问题 通过多次交易分布实现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没有出过题目 第一 个别报表 那么部署一揽子交易的 那么取得控制权日这一天应当按照以下步骤处理 第一 合并日 那么根据合并后应享有被合并方净资产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 份额呈持股比例来借长期股权投资 作为它的初始成本 那么第二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 与合并之前的账面价值之和 那么这个差怎么办 来看一下具体操作 那么合并日 长期股权投初始成本 这个成本是按份额算出来的 就是圈一算出来的 与达到合并之前 长期股权投账面价值 加上合并日 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付对价 不是公领价 全都是账面 账面加账面之和的差额 那么差额在代方 代计资本供给 差额在借方呢 先充资本供给 资本供给不够充 再充 盈与攻击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即充减流存收益 第三 合并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 因藏权益法核算或金融自然核算 涉及到其他综合收益等 暂不进行快处理 什么处理 准则没有规定 这是第一 好 第二 合并报表 对分布实现同一控制下合并的 那么根据企业合并准则 有关同一控制下合并 在边合并报表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是 应适同参与合并各方 在最终控制方 开始控制时 既以目前的状态存在 进行调整 所以在编制比较报表情况下 那么下面内容 考过两次 这两次都是文字题 叫做重塑 叫重塑 报表 重塑报表 第一点 以不早于合并方 与被合并方 同处于最终控制方 控制之下的 十点违线 将被合并方 有关资产负债 并入到合并报表中去 并将合并 而增加的净资产 在比较报表当中 调整资本攻击 所以分路是借记资产 减负债是减号 借资产减负债 暑晚日 注意暑晚日这天 被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 那么有这个在乎看不懂 看不懂我再告诉 你把它替换成什么 借记 借什么 借实收资本 资本公盈余公金 未分配利润不就完了吗 那么资产减负债 不等于所有者权益吗 对吧 这是一种写法而已了 说白了 等于子公司的所有者权 并到我这了 并到我这了以后 也就是资产并过来 负债并过来了 把所有者权抵掉 两种处理方法 好 这暑晚日这一天 被合并方的所有者权益 带长头 暑晚日前 原持有的对被合并方 长期股城头账面价值 如果差额的话 调资本公寓 如果差调资本公寓 那么这个内容 我在基础版讲义中有例题 所以我这个 这个临时我加了一个 临时我加了一个图 记了图吧 我基础版讲义有 临时加的 这个 所有临时加的 我简单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还是想强调 暑晚日 暑晚日 第一张图还记得吗 注意我们什么人 我们是A公司 我们A公司 我A公司和B公司 那么对C投资 这个C是新成立的 我们持股比例80 B对他持股比例版80 C纳入B公司和便饭 我的母公司 P公司 持股比例百分之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20年1月号 注意这个时点非常关键了 这个时点非常关键了 P公司 P公司呢 那么把谁给买过来了 把这个 把这个C给买过来了 从B公司手里 把C给买 买过来以后 就变成了 我A还对C投资 还是20不变 还是20%不变 但是我的母公司 持有C公司 80%股权了 那么C公司 属于P公司 全资子公司了 没毛病吗 全资子公司了 好了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 C公司 已经纳入到了 P公司的合并范围 没有纳入我的合并范围 纳入P公司 P公司是我的母公司 好 那么再接着看 21年3月1号 21年3月1号 那么注意 我A公司 又从我的母公司手里 把C给买过来了 形成同一控制 那么是21年3月1号 好 在这里时间看一下啊 这个时间是21年3月1号 那么C纳入我A公司 河边范围的 好 那么18年1月1号 到20年1月1号 这是两年期间 从这到这 从这到这 一年零两个月 一年零两个月 还记得吧 好了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还是那个 我讲一种题目啊 在A公司 河边报表中 重塑 看见 重塑打字了吗 重塑考过两次 就是文字体 就这重塑打字啊 重塑20年1月号 到报表项目 以至资料 C公司竞赏的账面价值是 1500 A公司持有对C的账面价值是 300万 所以借记资产减负债 那么也就是说谁的 是C公司的 C公司所有资产并过来了 负债并过来了 那么借资产负债 也就是借资产减负债也可以 或者我借记 实收资本 资本攻减 盈余攻减负 分配率都可以 贷长头 长头的金额 那么在这个点啊 注意这个点 暑晚日这个点 是20年1号这个点啊 那么这个点 我在合并报表 比较报表中 我要代记资本攻击 重塑一个资本攻击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为了避免对被合并方 净资产价值进行 重复计算 合并方 在取得被合并方 控制权之前 持有的股权投资 在取得原股权投资 至与合并方 与被合并方 同处于同一方 最终控制 至暑晚日 起 这个暑晚日 就是我们刚才给的什么表 再看一下啊 就是给的这个点 20年1月1号 这个点 20年1月1号 所以2020年1月1号 这个点 暑晚日啊 至合并日之间 合并日哪天 合并日还记得吧 往前再看一下 这个表格 就这个 21年3月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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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2021年3月1号 这一年零两个月 这个中间 那么已经确认了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攻击等 应该冲减比较报表期间的 期初的留存收益 或当期损 为什么要冲 其实就一件事 为了使河边报表 六大调整分路保持不变 只要和六大调整分路不一样的 我都得冲掉 所以原来你的分路 就这个期间啊 一年零两个月期间 当时你按照权益法核算 是借长头了 借长头了 那么带头的时候 有些借长头 在这给我冲掉 河边报表 这货带掉 借记 借什么呢 个别报表 借长头带头收益 那么好 借记投资收益 不能借了 改借 年初未分派利润 不就完了 年初未分派利润 或者期初留存收益 随便 现在哪个都可以 那么这是合并日 合并日至年初的 那么这个题 也就说白了 是20年的 好21年呢 那么直接就什么 直接就给我借投资收益 所以原来分路 借长头 带头的时候 倒过来写 那么如果原来借长头 带资本供给呢 那么倒过来借资本供 带长头 原来借长头 带其他作用的时候 倒过来写 明白了吗 倒过来写就可以了 好 来看我们那个 还是基础版讲义 A公司合并日 这四百七中呢 七中21年前两个月二十啊 那么原来是带头的时候 现在给我借掉 借记七存留存税 三八零 长百分之二十 这是前年的啊 上年的也是 那么今年呢 那么直接二十 成百分之二十 借头的税 所以原来借长头 带头的税 倒过来写就完了 目的就是为了 我在河边报表 还是按照六大调整分路去做 就这一次 这块内容是特别难的 我讲一种 编了这个题目了 因为到现在为止 只考过文字表述题 还没考过计算 我怕他考计算 所以给大家列出来了 好 第五问题 水一揽的交易 多次交易处置紫公司 就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零 这个内容到现在为止 也没考过 没考过 所以来看第一个个别报表 在丧失控制权之前 每一次处置价款 与处置股权对应的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在个别报表中 也不让你代记投资收益 让你代什么 那么代记其他送合收益 所以分路 借银行从而代长头 差额卖亏了卖赚了 挤那 挤到其他综合收益中去 什么时候丧失控制权了 丧失控制权了 什么时候才能转到当期的投资收益 所以这一揽子交易 关键就在这 一揽子就在这 在个别报表中 也不能介入到什么 投资收益 第二 合并报表 那么如果分次交易 属于一揽子交易 则应该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 看好了 不是说该项 一项处置原有子公司 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 进行处理 其中对丧失控制权之前 每一次交易 那么处置价款 与处置长头定的 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开始 还是那句话 自购买开始 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份额之间的差额 在合并报表中 也不让你代际投资收益 让合并报表中 代什么 代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丧失控制群子的时候 那么才能转到投资收益中去 所以下面这笔分路 大家记住 这笔分路既不是 合并报表中的调整抵消分路 也不是个别报表中的分路 是个别报表 加合并报表 调整抵消分路最终的结果 所以借一行存款 借一行存款 这是个别报表中的分路 那么代际少数股东 权益是合并报表中的 是处置投资对应的 应享有该子公司 从购买开始 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乘以那个少数比例 那么代际少数股东权益 这是合并报表中的 这个内容 差额列作 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既包括个别报表中确认的 还包括什么 合并报表中 合并报表中 成本法变权益法 再说一遍 成本法变权益法 而劝的其他综合收益 我推导过这块 推导过 那么你只需要记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好 这是他的处理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他的一揽子交易的处理 第六 投资方持股比例增资 但仍然采用权益法 15%到20% 好 那么第一个 在新增投资日 如果新增的投资成本 大于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计算的 备投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于新增投资日 供引价份额的话 那么在这不调 多给钱了 不调着 这个好办 那么第二个 如果新增投资什么 小于按照新增比例计算的 备投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于新增投资日 供引价份额的 那么这时候应该借长头 带营业外收入 没问题吧 好 但是 但是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进行上述调整的时候 应该综合考虑 与第一次投资时那个差 那个差是正商与 还是负商与的问题 所以要综合考虑 所以难就难综合考虑这块了 这个还没有考过 没考过一次 所以来看一下 如果第一次 第一次投资是正一板 第二次投资还是正的 那么正两板 所以不调账的事 第一次负一百 第二次负八十 那么累计负一百八 那么在这第二次这个八十怎么办 还得调营业外 借长头带营业外 第一次正的 第二次负一百六 那么最后负六十 这个六十就只调六十 借长头带营业外就可以了 第一次正一百 第二次负八十 最后还是正的 那就不调账了 我们书上举的力气 就举这力气 这个没考过 七 股权被稀释了 二十到十五 我们前面讲过了 记住 我们前面讲过那个啊 内含商语 就在这块 我前面讲过了 不再重复了 内含商语的问题 一定要记住 那个内含商语 我前面已经有立题了 已经增加立题了 那么第二 七十五到六十五 那么和平报表中 这和平报表啊 那么不丧失控制权 和平报表中 确认的资本工具 还是哪句话 后减钱 增资后 增资后 净资产的账面价格 常以稀释股权 后的比例六十五 那假定六十五啊 那么减掉钱 后减钱 后减钱 那么之前七十五 之前七十五 好 那么这个差额 在和平报表中 不让你调整商语 再说别 不让你调商语 那分路 和平报表中分路 借长头 带资本工具就可以了 记住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推导过程 我也推导过了 不需要了解 就是知道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三 六十到四十 那么这个内容 从成本法到权益法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这么一个问题啊 来看这个 这个二十到十五 从权益法到权益法 那么这差 调资本工具 从成本法到成本法 差也调资本工具 那么六十到四十跨界了 从权益法和成本法 之间的转换 从成本法到权益法 跨界了 那么这时候 差额就不能调资本工具了 调什么了 就应该调 投资收益了 赤同意给他卖了 所以个别报表中 按照新的持股比 确认 本投资方应享有的原子公司 因增资客股 而增加竞赛份额 于 应截软持股比下降 这部分所对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 借长头 二级科目 水调整 代据投资收益 所以这考过 那么这两个的差 第一个差再说一遍 是按照新的持股比例 新的持股比例 去乘以别的方 别人增资 我没有增资货 我没钱了 我不没钱了 我没有增资货 乘以增加净资产 那个竞资 乘以新的持股比例 然后与持股比下降 这部分所对应的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调整投资收益 第二追溯不再讲了 追溯和下面一样 追溯不再讲了 只有这种情况下 调的是投资收益 好 到这为止 第七个大问题讲完 第八个 反向购买 去年考了吗 还是考了 但是没有直接考 反向购买 就是个判断过程 就是个判断过程 它是考你的 所以去年的考题 是个大杂会题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但真正考 反向购买的 没有考 所以我们还得练 还得练 所以我们再来看立题 还是看立题 立题我都用 不是我基础班讲一立题 就是我这个 又是指南题目 或西地班题目 为什么 重复这题目 这题目 你反复看 反复记 你就应该记住 这个结果了 万变不离其中 我曾经测试过 同样题 我讲十道题 不如讲一道题 反复讲一道题 记住一道题 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灵活的运用了 就灵活运用了 所以还是用我们前面讲过题 下面来看题目 A上市公司 总股本市 1500 注意 我们是L 好 18年3月31号 A公司通过定向增发 本公司股票 对B公司进行合并 取得B公司 80%的股权 80%股权 18年3月31日 A公司定向增发 本公司股票 以两股换一股的比例 自B公司 原股东 C公司处取得了B公司的股权 B公司全部股东中 假定只有80% 因为持股比就80 只有80% 原持有对B公司的 这个股权 换取了A公司 增发的这个普通股 那么A公司 共发行了2000万股 两股换一股 怎么来的 是B公司的股本是1250 乘以20% 乘以2 两股换一股 乘以2 所以我们A公司 发行多少 发行这个2000万股 原来我收了多少 原来收了1500 第二 A公司普通股 在3月31号 公演价是28.75 B人家的公演价是40 三 18年3月31日 A公司可辨认净赞 公演价22500 含A公司固定赞 评估增值了 有一个评估增值了 好 反向购买 我们A公司 我们成了被购买方了 好 答案 一 判断是否属于反向购买 理由 那么这条题是不是 属于反向购买 先答结果 然后说理由 A公司在此项合并前 向B公司的原股东 C公司增发了是 2000万股 底下资料在下面 2000万股 2000万股普通股 合并后 B公司原股东 C公司持有我们 A公司的股权比例是 57.14% 怎么来的 那么原来我收了 原来收了1500万股 又增发了2000万股 2000万股谁的 是给了C了 是给了B公司原股东C了 结果C持有我们 A公司57.14% 超过50了 那么对于这项合并 虽然在合并中 发行权益性证券一方 是我们A公司 但是生产经决策的控制权 在合并后 由B公司原股东C 把我给控制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 人家B公司 人家是购买方了 法律上子公司 我A成了购买方 法律上是母公司 会计上子公司 所以属于反向购买 就完了 这个去年考过 就这么考的 第二 假定B公司 发行本公司 普通股 对A公司基因合并 在合并后主体中 享有同样的股权比例 那么计算B公司 需要发行 这个发行 虚拟发行 不是真的 是虚拟发行的 所以第二步 我们干什么 第二步我们要算什么 要算合并成本 为什么因为人家 人家B公司 人家是会计上母公司 我们是子公司 人家是母公司 人家算合并成本 人家要算合并成本的话 那么得算人家 需要虚拟发行的 普通股数 好 不考虑少数股权因素 B公司应当发行的 普通股数是750万 怎么来的 是B公司原来有多少 原来有1250 只有80%对应转换了 反除57.14% 然后再减掉原来手里的是 1250乘80 那么这样算出750 好 虚拟发行750万股 乘以B公司当天的收盘价和40块钱 算出3万 那B公司没有参与股权交换的股东 拥有B公司股权就是20% 这个20% 这个20%就是什么 少数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好 所以享有B公司合并钱的利润 这个数我们就已知了 就别再找了 这数已知了 30,250乘以20% 就列作少数就可以了 合并商与 用B公司的合并成本3万 减掉 减掉我们谁啊 减掉我们A公司的 可辨认精赞的供给价 包括评估增值啊 别给我成任何比例啊 这块都是虚的 所以不用成任何比例 算出7500 这7500就是合并商与 不完事了 好 所以在这个资料当中呢 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想在这强调的就是 这个计算过程 大家会议就可以了 不要去了解什么 调整底下分路 他不这么考 他不这么去考 就大概思路搞清楚也可以了 好 到这为止 我们把最重要的 全书最重要的 长头 加企业合并 加河边报板 全讲完了 那么这些内容 真的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我把一些重要内容 都给他捋顺了一遍 哪块还不太清楚 去看基础班讲义 我基础班讲义 写的相当相当详细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